另外呢是佛光山的新马寺 西首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举办的无肉市集 吸引了近一万人一起吃素来救地球 而除了有无肉市集之外呢 还有植树的活动 108位的佛光人呢 他们是一同前往当地的公园来进行植树 动作熟练反复搓揉 古早为龙须堂摊位还找来皇帝皇后驻镇 这一天佛光山新马寺人潮落一不绝 将近一万人涌入 要来朝圣超特别的无肉市集 生态 健康 还有素食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很好的 我希望更多的佛教徒可以推广 要吃灾 要吃素 也要吃得健康 超过60摊有美食有文创 喜马寺西首国际防会南马协会 透过市集要邀请民众一起吃素救地球 而且全场不提供免洗餐具 要让用餐过程更环保 前面河基他说过 我们的那个生态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不能够扭转的程度 不过呢 不过在如果是想我们这个时候开始做的话 我们还有机会来往回 全民身体一起做地球 贵宾云集开心剪彩 文青峰无肉市集不止民意代表现身立体 也吸引不少年轻面孔前来 用实际行动响应世界地球日 欢喜种下小树苗108位佛光人化身地球队长 齐聚大马第一座世界级大型休闲公园 偏西乐山公园投入林地富裕 天阴天晴 朝起承诺 种下108颗希望 祈愿他们改变地球未来 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18个分会热情响应T-Earth植树计划 建立善循环 要留给下一代更美好家园 另外一位是马来西亚新生 综合报道